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哦 还会有这种客人吗 那可不 尤其是那些菜没做几道 书读了一堆的老学鳩 没事就来挑你 哪里做的不合古法 哪里做的跟几百年前的老味道有区别 哦 这里就是旺书客栈 也算是一家老字号了吧 店家 有什么招牌名菜就快点招带上来吧 要最贵的 范露莎 前 前辈好 呀 旅行者派盟 你们怎么在这儿 我们还想问呢 你怎么突然就有经费来旅游了 还直接点了最贵的菜 这可不是旅游啊 像我这样的学者 首要成为随传顾问满世界出差 也只是家常便饭而已 范露莎前辈 请 请慢一点 明明昨晚大家都在熬夜 怎么就前辈还这么精神 啊 她真有一百来岁了吗 啊 啊 啊 从我 首要请客开始 她就一直这样了 真是实测 来一拉 还有多力 真是少见的组合 原来是这样 你还真是个大忙人呐 不过 既然连这里的主厨都认可你的话 也不用担心吃不上正宗的招牌菜了吧 所以 你们又是为什么来离岳的呀 刚才好像听到了什么随传顾问 哈哈 我前阵子从封单弄了一条新船 上面装了最先进的大航机关 如果能推广出去 那可是大大的商机 最近几天安正在实行呢 从奥摩斯港到离岛 从离岛到离岳港 后面还打算去金夫港 我跟前辈就是社库来帮忙调试罗盘 调整机关的 昨晚 为了压力测试 还在云南海上飘了一整夜 会 有加班补贴的 两位也都是自愿的 签合同的时候 特意提过的 你还真是滴水不漏 所以请客也算是补贴之一嘛 难怪一上来就点贵的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这种机会可不多见 啊 那就先来一份 呃 发露山 前辈 我当然也很想用最贵的菜为劳你们啦 但贵 不一定就是好嘛 我听说离岳菜里最贵的几样 不是要用很多海鲜 就是要费很长的功夫 可是我们都在海上晃了这么多天 再吃什么鱼啊虾啊 也尝不出好味道来吧 嗯 你这么一说 还真是这样 而且莱伊拉小姐看着都快饿晕了 啊 我不是因为饿 想必年高德少的发露山前辈 一定不忍心让后辈继续饿着肚子动吧 嗯 要照顾后辈的话 我是没意见 不过怎么总觉得上套了 所以 需要花大把时间来熬的菜也别上了 除此以外 有什么贵就上什么吧 交给你咯 旅行者 哎 不要害羡 不要费时 别的 都交给你了 嘿嘿嘿 嗯 仙跳墙 烟渡仙 金丝虾球 黄金线 都只能下次再试了吗 下次还得等多少年呢 发露山前辈 一下子变得好消沉 嗯 能麻烦你 尽量选跪点的菜吗 既要贵 又不能见海鲜 还不能花时间 这大半的老菜就都被排除了吧 嘿 究竟是谁提的要求 居然这么刁钻 脱离这家伙 该不会是故意的吧 我们客栈跟琉璃亭新月轩也不一样 不会常备什么名贵的食材 一般都是有客人预定才会去准备 要用寻常食材在短时间内做一道货真价实的高价菜 那贵的就只能是厨师的功夫跟菜肴的创意了 我知道一道叫做凡贤疾管的菜 用现成的食材就能做 出菜也不费时 一盘售价 三万摩拉 三万 不是说用料普通也不费时间吗 为什么会那么贵 这道菜的功夫不在于时间 而在于厨师对刀工跟火候的把控 要用多种不同的肉类切作细丝 揉制成条 最后再下锅煎炒 主打口味多变 层层递进 如何令几种不同的肉凝而不散 一起达到各自合适的熟度 味道又不相互冲突 才是这道菜真正可贵的地方 做好了就是一等一的名菜 做糟了可就撑一盘肉末了 哦 我懂了 所以这道菜贵的不是菜 而是你的出场费呀 没事 柔条之类的琐碎工序 我可以帮你搞定 你专心对付最紧要的环节就好 放心 大胆的去世吧 就算做糟了 你做的肉末我也喜欢吃 心疯绕法 就像我的个人 摄下里可以切猪 laugh 店里面冲传 terminology companies 设计所有的烛花 中文字幕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——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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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火腿 可是这盘菜里哪里有 啊 嘿嘿 已经有人发现了 没错 每根肉条都是用不同的肉丝揉成的 费了我跟颜笑好大的劲呢 可是 虽然我也不太清楚 不同的肉类 熟透的时间应该也不一样吧 可这道菜搭配的却很和谐 呃 呃 这就是它的商业机密了 嗯 没想到这还是你的独门菜式呢 算是没白来一趟 哦 对了 这道菜有名字吗 哦 我都忘了介绍了 这道菜的名字叫凡贤疾管 既是在描述丝条交错的外观 也是在 描述复杂多变的口感 呃 是从李乐的俗语里起的吧 原意应该是多种乐器同时演奏 热闹分成 嗯 放到这里也算贴切 哦 原来你知道呀 每个年轻人在毕业前都该学会至少二十种语言吧 诶 难道现在没这要求了 诶 以前有过的吗 差点忘了你也是直轮派的 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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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 这道菜的价格是 嘿嘿 不多不多 成会摩拉三万 三 三万 哦 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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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 话说回来 派蒙旅行者 我之前是要你们一块儿坐下 没说要连你们一起请客吧 所以 这是不是得算 拼桌 哦 果然没有免费的早餐呀 你呀 行吧 反正贵的也是你的出厂费 三万打八折 还是有点心疼 成吧 就当做交学费了 等回了须迷 我一定要请人把这财富献出来 再狠狠地赚一笔 吃完饭感觉精神多了 好吃的东西确实可以提神呢 导师说 年轻人不该一直埋在论文和书本里 让我抓住机会出来 看看各地的星空 就当做提前实习了 不过 还真是累人啊 该怎么把便宜的食材做成高价的菜呢 先从起一个好名字开始吗 果然被你发现了 昨晚答应下来的时候 看大家又熬夜又运船 我就想着第二天也吃不了多少 结果嘛 你也看见了 后来又加了那么多限制 没想到照样难不倒你 唉 不是先做好市场调查 就是会变成这样了 明明他们俩的咨询费都不高 说到底还是你贪小便宜嘛 下次可别这样了 我 我 虽然没吃上仙跳墙跟烟赌仙 不过 凡贤疾管也很不赖嘛 多谢你了 哦 这个嘛 虽然新式机关 确实不在我的专业范畴之内 不过多力提出的报酬也很诱人 每到一个新港口 都能上街淘点古籍带回去研究 不完我用最低的报价 吓跑了所有妙论派的竞争者 今早算是开了个好头啊 接下来也拜托你们了 这下来也拜托你们了